《宗教情操真伪辩》 作者乔纳森·爱德华兹 三章九 温柔的心灵 真实的属灵情感使心软化 且有基督温柔的灵 虚伪的情感似乎可以暂时使心软化 但至终凡使心刚硬 人受虚伪情感的影响 至终将变得不关心他们的罪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 他们不理会圣经的警告 和神护理的惩戒 他们变得更不关心 自己灵魂的光景和行为的态度 他们不能辨别什么是有罪的 对言论方面恶劣的表现 也肆无忌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对自己有过高的评价 他们有过宗教的印象和经历 所以认为自己是安全的 当他们以前犯罪 在重压之下而惧怕地狱时 可能在宗教和道德的本分上尽责行事 但现在他们认为不再有下地狱的威胁 开始抛弃自治 放任自己 纵情自愈 这种人相信基督为赦免他们罪的救助 而不是把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救助 他们认为基督容让他们太太平平地享受罪中之乐 不致遭受神的不悦 犹大书上说 这种人是偷着进来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犹大书四节 神自己也警告我们 谨防犯此类罪过 我对义人说 你必定存活 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 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 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 以西节书33章13节 真实的属灵情感 却有相反的结果 他把一颗石心渐渐地转变为肉心 使心柔软到像擦破皮的肉 很容易被碰痛 基督把真基督徒比喻像一个小孩子 以指出这个柔软性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 十八章三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 小孩子的皮肉是柔软的 属灵新生之人的心也是如此 小孩子不但皮肉柔软 心地也柔软 小孩子负侧隐同情之心 不忍看人遭受苦难 基督徒也是如此 亲切和善容易赢得小孩子的情感 基督徒毅然 小孩子对外的恶行恶状 一生畏惧 基督徒对内心邪恶的出现 也一感惊慌 当小孩子碰到任何令他惊慌的事实 他并不靠己力去应付 只是奔向父母为求保护 基督徒照样在与属灵的仇敌作战时 不靠自信 而是奔向基督得力量 小孩子在独自一人或远离家中时 容易对暗中的危险心怀疑惧 基督徒也是如此 当他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时 便意识到属灵的危险 为他的灵魂担忧 他害怕被独自抛弃 远离了神 小孩子很怕长辈 害怕他们生气 因他们的恐吓而发抖 照样 基督徒害怕得罪神 因神的惩戒也站立 真基督徒在一切上述的情况中 像一个小孩子 在属灵的情况中 至高至强的圣徒 是最小最嫩的孩童 真实的属灵情感 不像虚伪的情感 它具有完美的和谐与平衡 基督徒品格的和谐 在今生是不能达到完全的境地 由于缺乏教导 判断的错误 天赋气质的能力 和许多其他的因素 基督徒的品德 是常有缺点的 但即使如此 真基督徒 绝不会出现那种 因缺乏平衡 而怪诞可笑的 伪善宗教生活特色 让我举几个显著的例子 来说明 在基督徒的内心 喜乐和安慰 是和为罪的虔诚忧伤共存的 我们除非称为在基督里心造的人 就绝不会有任何虔诚的悲伤 真基督徒的表迹之一 就是为罪哀痛 而且如果他又犯罪 仍旧会为之哀痛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马太福音五章四节 救恩之乐和畏罪忧伤 在真宗教的生活中是调和的 反过来说 许多伪善者光有喜乐 而无担忧 伪善者在对不同的人和事的态度上 也表现出怪异可笑的不平衡 就他们运用爱心为力来说吧 有些人非常夸大他们爱神爱基督 但是对他们的同伴 却是好争吵 嫉妒好变和造谣重伤 这全然是伪善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 另一方面 有人对同伴似乎很热心 友善和有帮助 但却对神没有爱 再说 有些人爱那些赞成他 夸奖他的人 却超不出时间来为那些反对他 不喜欢他的人做些什么 基督徒的爱心 必须是普遍性的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有些人对别人身体的需要 给予爱心 但没有爱他们的灵魂 另一些人伪装成 非常爱人的灵魂 但对他们的身体的需要 缺乏同情 对灵魂表示怜悯和悲痛 常常不费分文 对人的身体需要表示怜悯 我们必须花钱 真基督徒的爱心 要给予灵社的身体和灵魂 两方面的需要 这就像基督的爱一样 我们读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三 三十四节时可以知道 耶稣对百姓灵魂的怜悯 打动他教训他们 又因为对身体需要的同情 打动他用五饼二鱼的神迹 去喂饱他们 你从这些就能够明白 我所谓虚伪的宗教生活 是不平衡并缺乏和谐的意思了 我们能从许多其他方面 看见这种缺乏平衡的情形 例如 有人对他们基督徒同伴犯罪 非常的激动 但对他自己的罪 似乎毫不烦恼 然而 一个真基督徒 对自己的罪 比对别人的罪更加的忧虑 当他的基督徒朋友犯罪时 他自然感到困扰 但是他总是更快地去省察 并责备自己的罪 此外 有人为属灵的领袖地位显示热心 但对祷告却无相等的热忱 另有一些人 与基督徒在一起时 有热烈的宗教情感 但在独处时 宗教情感却变得冷淡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